主料,地瓜一个,糯米粉150克,砂糖20克,植物黄油一匙,辅量,油,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地瓜去皮切块,蒸15分钟,晾凉,加砂糖和水,用料理机打碎,加一大匙黄油搅匀,少量多次加入糯米粉搅匀, 用刮刀向一个方向,刮成成固体状的面糊,我没有刮刀,用了电瓣锅铲,手上蘸一点油,把面糊团成若干小团,平底锅到一点油,开小火,地油温到一个面团,用手背稍稍压一下,用粘过油的不锈钢勺轻轻的推压,推成薄饼,看到你的颜色变深,油气泡鼓起,是翻过另一面,煎到两面金黄色,表面松脆即可, 烹饭技巧,煎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,火大了就会较掉哦,糖和糯米粉的份量根据地瓜的大小和甜度调节,糯米粉比较软,如果掌握不好,的话可以加少量的面粉进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